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梅师傅 蓝师傅 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 也是有这样非常难得和殊胜的机缘 大家一起来继续学习佛法 学习净土法门 在修学的过程中 我相信每一个接触净土法门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怨心 希望这一生都能够去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愿望是美好的 但是真正能在临终的时候 克服无量节以来的业力 以坚定的信心和最深切的愿力 得蒙阿弥陀佛和诸大菩萨 坚引的同修呢 其实是还是很少的 今天呢我们知道 全球跟随我们尊敬的上境下空 师父上人 老法师学习的人 数以异计很多 那么每一年在各地 真正能往生的人 又有几个 我们看看身边很多修行的同学 都或多或少的会遇到 这个往生的障碍 都不能够真正的确定 是不是一定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大部分呢是 可能好的是往生天道 很多呢就堕落了 因为真正往生 按照我们师父上人的开示 他要能开口说他见到佛了 要能够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信息 或者呢他能够预知实质 像牛肃清老菩萨 像我们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一样 预知实质 自在往生 否则的话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确认 所以呢 可能只是觉得他在临终的时候 锐相很好 面相比较庄严 顶多呢是自己感应的感觉 比如说有香气呀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殊胜的境界 但是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 能够最终确认 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最最重要的 其实回过头来 还是我们的信愿问题 在信心和愿力方面 如果没有下真功夫 去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话 这个修学的路呢 就走得障碍重重 所以呢 没有真正的信心 就无法克服 我们修行中遇到的障碍 怎么样能成就自己的信心 成就自己像金刚一样的信心 就能够成就 我们回归极乐世界的路 这一点呢 是我们每一个修行净土的人 都要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呢 我们知道华音经里有一句话 叫信为道元功德母 能长一切诸善根 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 学习来佛二圣永斯吉 从海贤老和尚身上 我们无比赞叹 他的信心 他的愿心 体现在他长达九十多年的修行生活中 念念 不离开阿弥陀佛的圣号 就像光碟中所说的 在田间 在大殿 在梦中 阿弥陀佛圣号 刻骨铭心 丝毫没有离开他的心中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我觉得 在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要知道 这种信心 是要靠我们深深的福德 和善根来支撑的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有姻缘 姻缘是不缺的 随手就能拿到 我们师父上人的奖金 想念阿弥陀佛号 就能够念起来 不昏沉 没有任何障碍 唯一呢 就是在善根和福德上 不够 善根呢 是靠长期听经 熏修 可以增长 我们的善根 所以听经文法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在我最初修学 大概是学佛的七八年前吧 我今天是 我三十岁学佛 今天呢 修净土也是十三年 那么在七八年前 当我意识到听经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张光碟 是师父上人讲的 叫听经文法的重要利益 那么我这张光盘 反复看了十几遍 看后之后呢 我就明白了 我需要从听经上下手 反复的熏修 自己阿来耶实里的 这个善根的种子 熏修去极乐世界的 这种信心的种子 所以听经文法 他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要想成就自己 就要拿出功夫 拿出时间 拿出定力 一门深入 长期熏修 在听经上 要下功夫 下死功夫 那么福德呢 是从哪里生起的呢 福呢 一定要靠德来配 如果我们只是有福 没有德 它就叫做福报 报在哪里呢 报在三善道里面 人道 天道 顶多呢 在天道 做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大犯天王 但是呢 其实是没有出离 六道轮回的 所以呢 福呢 我们不要报 要给它转成德 转成德之后呢 就能够成为 我们去西方的资粮 否则的话呢 就没有去西方的资粮 这个福德的根 就在孝亲尊师上 所以你看我们 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 我们看到 他对老母亲的孝顺 是无以伦比的 他的母亲呢 也真的有可能 是菩萨 樱化再来 86岁啊 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老人家 一直晚年 是跟随海贤师傅 住在庙里 再要往生前呢 就想回家 所以在回家之后呢 包了那饺子 吃完自己包的饺子 就跟女儿和侄女说 我走了 然后呢 坐在椅子上 就安详而逝 等到八年之后 海贤老和尚 想为母亲 重新呢 好好 建木 揭开棺材一看呢 空无一物 就像光碟中所说 如达摩挂缕一般 非常的 让人震惊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海贤老和尚的 这种孝心 就知道 他福德的根基 有多深厚 看到他对 他的传戒师傅的 这种恭敬 誓死啊 保护师傅的骨灰 没有让红卫兵拿到 能够安全的 进入到木塔之中 这是对恩师的 孝敬 看到他在 一百多岁的高龄 为了师兄 海庆法师的 金刚法体贴金 远赴广州 去做这样的事情 能看到他 在师兄弟之间的情意 所以这些呢 都成就了老人家的 最深厚的 福德的根基 所以我们呢 的的的确确 要在家里 把双亲 看成是两尊佛 要像敬佛一样 去恭敬 自己的父母双亲 恭敬 自己身边的 同传道友 恭敬 我们的大善知识 恭敬 我们的恩师 有这样的恭敬心 就很容易呢 成就我们的福德 有这样深厚的福德 我们的信心呢 就不用 很不容易浮动 就比较容易 能够定在这里 所以信心呢 是要靠福德 来撑着的 那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很容易迷惑 容易顾虑 那么信心呢 就被破坏掉了 所以呢 信心的建立 要首先呢 要明白 它要信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呢 有这个弥陀的自信 只是呢 我们已经完全的 在六道轮回中 迷惑太久 不能够回归 不认识本来的自己 第二个呢 是要真正的相信 阿弥陀佛 偶艺大师呢 在弥陀药节里 曾经讲过六种信 这六种信呢 对我们 普通人来讲 很难做到 所以呢 我就今天在 备课的时候呢 在念佛法药里 这本书 我们同学 有没有读过 念佛法药 这本书很好 它是 历代 祖师大德 所有关于 净土的 最紧要的开示 对念佛法门的开示 我好多年前就学习 那这两年呢 尤其是受益 所以呢 跟身边的很多人也推荐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啊 我们 净土宗的 第九位祖师 偶艺大师 他的 灵风中论中的 几句 法药 也是能够坚定我们信心的 那 偶艺大师呢 在灵风中药中就说 念佛求生净土 乃一门原设 百千法门 非举一 非白也 但必一门深入 念佛为正行 于一切界定会等为助 正助何行 如顺风之舟 更加板锁 极道暗矣 这是两句话 我跟大家来具体的分享和学习一下 老人家说 念佛呀 求生净土 它是一门呢 能够说所有的法门 就是包含了所有的法门 不是说 拿出念佛这个法门 就废掉了其他的法门 这一点的信心 我们要有 我们总是觉得 光念阿弥陀佛不够 还要再添一点 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好像呢 才有信心 我们要 把这个观念 要摆正 阿弥陀佛的 佛号之 微妙难思 是我们凡夫 无法想象的 甚至是 已经 正得果位的菩萨 都很难想象的 所以这个法门 很多菩萨 也不相信 那么凡夫 为什么能够相信呢 因为 在这个五浊恶事 我们舍此啊 其他任何一门 都不能够救离我们 出离 现在的苦海 所以要 紧紧抓住 这句佛号 实名念佛 抓住它 就抓住了 所有的百迁法门 你就不用 费尽心思 再去搞 其他的 但是呢 一定要 一门深入 那下面这句话呢 就很重要 念佛 为正行 于一切 界定会 等为助 那我们就要 反问自己 我们一天的 生活当中 念佛 是不是 最重要的 主干 是正行 其他呢 我们做一功 我们尽孝道 我们 敦伦尽奋 全是辅助的 界定会的 助行 如果我们没有 这个概念的话 就错了 就说明呢 我们对 西方极乐世界的 信心不够 我们还不是 很想去 我们 在孝道上 在人道上 用功 那就 往人道去投胎 在天道上 用功 就往天道上 去投胎 那贪嗔痴 慢上用功 就很惨了 那就往三恶道 去努力 所以 念佛 成佛 就是因为 我们要把 念佛 摆到 最正行 时时刻刻 不离开 这句佛号 我只要下了讲台 大家如果 仔细看我的话 我马上 我就会套上 技术器 我就会开始 技术念佛 我正常呢 每天现在一万佛号 是很容易的 现在呢 就念了将近两万 因为我就觉得 讲课 没有耽误我念佛 我的技术器 晚上睡觉 是不拖下来的 就一直是套在手上 只要晚上一醒 或者早上一醒 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摁它 要念佛号 因为这是 最正之正 其他我讲课呢 这是辅助的 帮助我就像 我们开船一样 来一个顺风 我开的比较 能够快一点 但是呢 这个船本身的 发动机 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不要 船的发动机 或者根本 比如说木船 没有发动机 只是讲的话 我连船讲都不要了 只是等着这个风吹 那就麻烦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 我们念佛永远是 我们一天修行中 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其他所有的 都是辅助的 比如今天 我如果不讲课 我接见客人 我会把 在见客人的时候 跟大家交流 分享的学佛心得 在心里默默地 回向往生净土 如果今天呢 我优了几件礼物 给我的父母 我会把尽孝心的 这份功德 同样 马上回向净土 一点一滴 我都不想 留在人道 来享受 都去装严 阿弥陀佛的 佛净土 所以念念回向 念念心系极乐 在这方面呢 不断强调 我们这种信心 那后面讲 正驻合行 如顺风之舟 更加繁锁 如果正行和驻行 合在一起 就像顺着风 开的一个船一样 非常的快 很快呢 就能到岸了 那么下面这句说 念佛之法虽多 持明最为简便 持明之法亦多 技术尤为稳当 真操实履之事 这句话特别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他是讲 念佛的方法 虽然有很多 但是持明呢 最为简单 方便 持明是什么意思呢 不需要你去观想 不需要你去 想象实相念佛 不需要 就是一个字的念 口中念的清清楚楚 耳朵听的清清楚楚 心里记得清清楚楚 那么 这三个清楚呢 就决定了 我们念佛的时候 每一句佛号 都像打烙印一样 烙在我们的心里 不是随口就滑过 决定不让它滑过 三三四 我的技术器是这样 三三四 按一下 不像很多人 念一声按一下 那个是很容易滑过的 这个方法是 好多年前 我第一次见 我第一次见定宏法师 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 我记得是在北京 那么跟他交流 学佛的心得的时候呢 就跟他来分享 怎么样念佛 最容易 奢新 他就告诉我 三三四 技术 按一下 所以技术器里显示 一千 实际是一万 两千呢 是两万 是这个样子 那么技术呢 尤为稳当 所以一定要技术念佛 真超实旅之士 就是真正开始修行 实实在在 恳切 想往生的人 他不会啊 再另外求 不同于 所谓 与夫 与父的方法 很多人都会嘲笑 你还拿着技术器 你还拿着佛珠 在那念 我们不用 我们 很多人就误解了 印光大师的实念法 觉得我 三三四 实念 就OK了 想起来就三三四 永远不可能成片 因为你一天的妄想时间 远远会超过 你想起实念法的时间 如果没有给自己定一个 确定的任务 一个指定的功课 比如说日记一万 日记两万 日记三千的话 你一天 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念个两百三百声 就算不错了 我们真心想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无论我看到定红法师 还是看到刘穗英老师 那至于我在成都 看到一位非常有修行的 大德高僧 都是手里扣着技术器 今天定红法师 都是拿着技术器 在默默的念念佛号 所以我们这些在家的居士 有什么理由说 哎呀 我就想起来实念法 我就能成就 不是我们这等凡夫 能够做到的 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拿上技术器 实念按一下 实声按一下 我们今天念不完 我们指定的功课 宁可不吃 不睡 不休息 得要完成它 因为念佛 我们要明白一点 超过一切 它可以帮助你成佛 你不吃不喝 不睡 其实也不爱什么事 顶多是饿一点 对吧 顶多是困一点 所以很重要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是想提醒大家一点 那么这一个呢 也是我曾经亲自 请教过我们恩师上人的 就是有很多同学 在念佛的时候很急切 想早日成就 那么因为有这个急切的心 他就很容易着魔 招引外面的邪见 魔道 导致于呢 很多人呢 急于去做波周三昧 希望能够快速成就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曾经私下专门请教过 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非常恳切地说 绝对不可以做 这是法身大事 再来的人能行的 我们普通凡夫啊 就学地贤老和尚的徒弟 过路架就好 你就在家里慢慢的念 念累了就睡觉 睡醒了再接着念 然后你绕累了呢 就可以坐着念 坐着久了呢 就起来拜佛念 都可以 像海贤老和尚 海贤老和尚 怎么回复他的弟子呢 他弟子说 你老人家不要干活了 专门念佛就行 那么大岁数 海贤老和尚说 我干活不耽误念佛 念佛念到一定程度 佛号从来不离开自己的心头 所以无时无刻 不再念佛 我们初学呢 不一定能这样 我自己的体会是 的确是需要先把自己关起来 给自己一个清静的修学环境 脚踏实地 认真真的念 直到把这句佛号 刻到心里了 慢慢呢 你在接触外缘 试着 一点点 佛号也不丢 才能够做到 我去年我在家念佛的时候 真是念不住 怎么办呢 自己呢 敲目于念 拜着念 跪着念 绕佛念 绕到那个脚跟呢 都肿起来 因为最常在外面会绕 好多小时 五六个小时 就是在小区里一圈圈的 下着大雨 我穿着雨衣 在小区里不断地绕佛 念佛 那么后来我就试着 比如说出来 比如说回香港 见恩师一趟 那么我那阵呢 是每天订三万的佛号 三万佛号我会不会丢 那么中间大概半年期间 回去一趟是不行的 三万佛号呢 出去走一趟就不行了 顶多能保住一万 回来再继续使精用功 让这个佛号经常提在脑子里 又隔三个月 大概十个月的时候 再回香港见师父 回来再看看技术器 一天呢过关往返回家 这一天佛号不仅念到了三万 有一天最多是念到了六万 就是因为一直在念佛 吃饭也念佛 跟师父见客人也念佛 听经也念佛 都在念 所以我就觉得念佛是真的是靠练出来的 不是说我在这想就想出来的 而且呢它是一个顿功夫 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磨练 不能急 很多人坐波州山美会出事 我就曾经听人讲过 因为有一个女孩子就来到我深圳的家里 就跟我讲 说老师 我跟着他们坐波州三昧 那我去坐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成就念佛三昧 是因为很多人呢 说坐这个波州三昧能治病 我跟着坐呢 的确是有效果 然后呢 好像还要踮着脚尖 很特别的念这个四生 阿弥陀佛 这个病呢 好像是有缓解 但是因为她不是学佛的 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二十多岁 她说但是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我念着念着 我心头里稍微有一点杂念 比如说我我想吃饭 我的眼前真的就能看见各种饭 我想什么 前面就陷住什么 她说我很害怕 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首先呢 你就不要做了 因为呢 对于阿弥陀佛 这四字鸿鸣来讲 你不用走波州三昧 你就慢慢念 他也治你的病 因为这个病 对于阿弥陀佛 大一王来讲 太轻松 太小事一桩了 不是要靠你做波州三昧 才会治你的病 你只要念他 他一定治你的病 你走这个形式呢 由于你的心里忘念很多 他很容易招摩的 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就劝他 不要去再做了 那么这也是我们修行中需要注意的 那么偶一大师呢 说 欲速托轮回之苦 莫如持名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欲决定生极乐世界 又莫如以信为前导 愿为后边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讲我们要想快速的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 不如啊 没有比持名念佛更殊胜的了 那么想往生极乐世界呢 一定要用信 作为我们的前导 用愿呢 作为我们的后边 边是边子 就像一匹马一样 信呢 是在前面那个缰绳在拉着他 愿呢 是像一个鞭子在后面在赶着他 信的绝 愿得切 虽 散心念佛 亦必往生 讲我们这个信愿 信心要决定 愿心要恳切 即便是散心念佛 就是我们每天 在做事中 在炒菜做饭的过程中 在跟朋友见面的时候 你都是散心念佛 也一定能够往生的 如果信心 如果信不真 愿不猛 虽一心不乱 亦不得生 所以这样 这个这句话呢 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信心 不真切 愿心呢 也不够猛烈 就算把这句佛号 念得一心不乱 也去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警醒 是很大的 什么要 什么叫信心真切 愿心 恳切呢 是要在我们 二六十的生活中 常常要想极乐世界 不要想这个娑婆世界 常想极乐世界的概念是什么 有些有同学问我 我说我们躺在床上 每天晚上都要睡觉 对吧 躺在床上第一个念头 我睡在了 我极乐世界 我那朵莲花 我在想我已经回到 阿弥陀佛的怀抱里 我不想在极乐 不想在售婆世界待 这里不是我的家 这只是一个旅店 偶尔住一下 我真正的老家 是极乐世界 那里有最慈悲的 最爱我们的 阿弥陀佛的慈父 这里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要这样的想 我每天就是不管我一天做什么了 晚上躺在床上 那第一念就是 哎呀 我躺在我的莲花里 我这一天 我把一万的佛号 两万三万的佛号 放到了我那朵莲花里 我这莲花天天在长 天天在开 等到我真正临命中的时候 弥陀佛慈父就拿着我这朵 自己亲手栽种的莲花 来接我回家 这莲花不是别人替你栽的 是我们自己亲手栽出来的 莲花大不大 清不清净 开得漂不漂亮 全取决于我们这颗心 所以要这样观想 那么白天一睁开眼睛 所有的事情全部往阿弥陀佛的身上相关联 所以呢 要建立一个习惯 这个事情要找弥陀 要找阿弥陀佛 这个这件好事要回向极乐世界 我绕佛的时候就想 我踩在我的莲花上 在小区里每天早上 我都会绕佛一个小时 每天绕佛我常想尊敬的恩师上人 就在我前面领着我 我呢就踩着我的莲花 跟着师父上人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念这句佛号 所以每天早上一个小时的念绕佛 我特别高兴 一般七点半把孩子送到校车上 转身回头 我就会在小区里到八点半绕佛一个小时 至少会六千生 然后呢九点钟 准时开始参加师父上人的学习班 进入直播学习 特别的法喜充满 一个小时学完了 两个小时学完了 十一点多 开始吃午饭 午饭后呢 然后跟我身边的这些同学 出去大家一起绕佛 分享上午的学习心得 下午呢或者见客人 或者自己来备课 或者呢来讲课 晚上四点呢准时接孩子 开始辅导孩子 面对孩子的时候 常常想 我教子的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有的时候他俩也耍脾气 我就念佛 有的时候呢 会跟他俩说几句 有的时候他俩耍赖 就不理他俩 念佛号 所以呢 常常想佛 常常念佛 我相信这一生 我们一定会 现前见佛 在往生的时候 必定呢 蒙佛来接引 给所有的人 以这种真正的 信心和怨心 那么这是 我们在平时修行中 需要打掉所有 六道轮回的妄想 集中一个妄想 全部想极乐世界 就对了 所以师父老人家 常跟我说 其实也常跟大家说 我们的生活啊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怎么安排都好 都是阿弥陀佛来照顾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老人家 在这个世界 给我们安排好了 让我们通过 重重考验 闯过各个关口 最后那一关 走过来 就会见到阿弥陀佛 要这种坚定的信心 所以云和为信 一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二信史迦文佛的教育 三信六方诸佛的赞叹 死而不信 真不可救 故顾须先深信 不起疑惑 这三个信心是在这里 偶一大师比较简洁 来告诉我们的 也是我们很容易记住的 第一呢 我们就要相信 阿弥陀佛的愿力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时间 来送 无量寿经的全品 至少每天早上 要送第六品 48月 所以很多同修啊 觉得要省时间 改念阿弥陀经 我个人认为 我是不认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 我们这个根基 的确不能跟百年前的 那些修净土的同仁相比 阿弥陀经特别的简单 每一句话的意思 都无量无边 按照我们师父上人的讲 每一个字展开 都是一部华言经 我们读佛术阿弥陀经 能不能够体会到 每一个字 都是一部华言经 体会不到的话 这部经对我们来说 不大契机 我们特别感恩 夏年老 能够在这个时代 因我们时代众生的根基 把会几本呢 能够奉献出来 因我们当下的根基 去详细地述说 极乐世界的成就 极乐世界往生的因缘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同样的时间 不如呢 念第六品 早课 晚课呢 就念 三十二到三十七品 你每念一遍 第六品 就能够感受到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当你理解 阿弥陀佛有这样的宏大的 没有任何佛菩萨能比的这种愿力 我们有什么疑惑呢 不需要疑惑 我们只需要养性 信仰两个字倒过来 养性 完全养靠在阿弥陀佛身上 只需要信他老人家就可以了 所以我记得 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 对我印象很深 讲的是 有一个人呢 被这个强匪 强盗所追赶 那么追到山上一个悬崖 峭壁上 就前面无路可走了 后面呢 又是 坏人在追赶 那么前面呢 就是悬崖 所以他就跪在那里 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当然他念着念着 观音菩萨就陷到了天空 他就一看 观音菩萨出现了 特高兴 说观音菩萨 您要救我呀 我还不想死 真的 你要救我的命 那观音菩萨就 笑眯眯的 也不说话 然后拿手呢 就往下指了指 指了一下下面的悬崖 那他就很惊讶 他说 对呀 我跳下去就会死 我是希望你老人家来救我 我还不想死 那观音菩萨还是继续往下面指 他就有点烦恼 他说 我是希望您来救我 您往下指 我知道 那前面就是要跳吗 你跳下去就是要死的吗 看看后面的坏人又临近了 所以想来想去 后来就闭着眼睛 反正左右都是死 还不如就相信观音菩萨的话 闭着眼睛就往下跳了 结果他在众生一跳的时候 一睁开眼睛 看见自己已经坐在观音菩萨的手掌里面了 所以我们呢 就是没有这种信心 要有坚定的信心 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这个愿力呢 如果没有建立的话 我们经常要想自己就麻烦了 我记得我在12年 在汕头 就两年前 在朝善讲课的时候 那么那是三月份 我就记 我就做了一个很清醒的梦 这个梦境 因为那阵啊 我们经常讲 2012年会有灾难 所以拼命的做功德 拼命的念佛 那这也是蛮精进的 每天呢 都会看师父老人家讲的 四十八大愿迹 那么有一天晚上 就做了一个很清醒的梦 在梦中呢 就看到那个海呀 我就站在海边 海啸呢 就很高 几十米高 就从远方铺天而来 很多人都在跑 我当时呢 我就瞅着这个海啸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 这个 这么快速度 浪这么高 我跑呢 也来不及 但是我面对着 他念佛呢 不大方便 他一个浪打过来 我就念不了了 我应该转过身来念 所以在梦中 我特别镇定的 就转过身来 然后开始 很大声的念阿弥陀佛 然后正念着呢 在梦中特别清楚 那一个大浪就把我推到空中 然后呢 我在空中呢 我就知道是在半空中 我就边念呢 边四处找阿弥陀佛 找了半天没找到 心里就想 阿弥陀佛怎么还不出现呢 我说在半空中 我是上还是下呢 就还在那拼命念 念着念着 过一会呢 就是很轻松的 就好像一阵风 就我送到地面 我就站在地下了 然后梦当然就醒了 那么 我记得在我们做 2012年四月法会的时候呢 我们当时呢 所有的人都没有信心 可能有信心的 只有我和定红法师 然后呢 当时我记得 我们最早 头两次开会的时候 在香港的酒店 参加的人呢 也就是五六个人 那么我就苦口婆心 费尽口舌的 说了一下 记足法会的重要意义 结果所有的人 都是那样瞅着我 没有任何表情 说老师 我们不想打击你 不过呢 你说要是一个人 都不来的话 你不是白花钱吗 然后我说没有关系 哪怕一个人都不来 我一个人 记足我也认 后来他说老师 我们也是不想打击你 但是你说你什么都不懂 你说你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也没有关系 我相信佛力会加持我 然后呢 他们又说 佛力加持这四个字 我们都懂 都是学佛人 都学了很久 可是我们没有感受到 佛力加持 不知道这是怎么加持的 所以我们没有信心 后来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把无量寿经打开 打到 边地移城 那一品 我就说 我说你看啊 咱们不用说 往生到极乐世界 往生到边地移城 是哪两种人能去 一种呢 是完全的相信 佛有这种能力 不相信自己有 但还是肯念佛的 能去 但是是边地 第二种呢 是相信 自己呢 没有 阿弥陀佛的这种能力 就是第一种 是相信佛有 不相信我自己跟佛一样 第二种呢 是决定的相信 自己呢 也可以 但是对佛呢 有一定的怀疑 两种呢 都是边地 都不能够成就 我们呢 现在的这种状况 是两种都没有 既不相信佛 也不相信自己 所以边地 是不可能去的 那么极乐世界 那就是想都不用想了 所以我就跟当时 跟在座的所有的人说 我说你们 都白学了 就现在的状况 就是一个都不可能 去极乐世界 所以他们呢 其实 最开始是比较难 我当时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 只要肯真正发心 愿意为众生去做 阿弥陀佛 不会不知道的 他老人家的神通广大 是不可思议的 怎么能够不知道 我在这个地球上的心念呢 他一定能收到 收到了 他老人家 一定会帮忙 所以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四月的法会 是怎么成就的 我记得那一天 开始的时候 我进到会场 我自己是首先 吓坏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 那个场面 那么的庄严 当时一万两千人 一起送 无量寿经的时候 我一直泪流满面 因为我觉得 那声音怎么那么齐呢 我的确之前 我是发的什么愿呢 我就跟阿弥陀佛 老人家说 我说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像 在极乐世界一样 来庄严我们这个道场 让所有的人呢 心念都很齐 不要杂乱 通过呢 这个法会 给所有没有信心的人 要增长信心 让他们知道 没有不可能 办成的事情 只要你肯发心 你肯发愿 都可以能办到 因为有佛菩萨的 加持和护佑在 所以呢 其实那场法会 成就了很多人的信心 我身边很多初学佛 或者学佛一段时间 信心不具足的 通过那次法会 都大幅度的增长信心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自己要 真正恳切的去相信 弥陀的愿力 第二个呢 要相信啊 释迦牟尼佛 他的教育 他对我们教化的言语 是真实不虚的 每一尊古佛再来 口口相传的 都是一致的 所以每一尊佛出世 都在共同宣扬 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 每一尊佛成就 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所以阿弥陀佛 才是佛中之王 光中之尊 是决定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要真心恳切的 相信 在三千五百年前 释迦牟尼佛慈悲地 视线在我们这个 苏婆世界 告诉我们的一切 没有一句 是谎话 是骗我们的 劝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 之前 已经劝他的父亲 净犯王 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我们通过 种种佛菩萨的教诲 我们要真心地相信 佛绝无妄语 绝无虚语 决定是真心恳切地 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的 要相信佛 第三呢 要信六方诸佛的赞叹 是不可思议的 那六方呢 是比喻 实际上啊 无量无边 所有诸佛刹土 没有一尊佛 不赞叹阿弥陀佛的 没有一尊佛 不劝所有的人 往生极乐世界了 极乐世界的广大无边 和不可思议 是我们现在 根本无法想象的 我没有经历过极乐世界 没有这种梦境的视线 但是呢 随着我 学习经教的深入 和读经的深入 我曾经反复的 学习 师父上人所讲的 极乐世界 二十九种庄严 看到自己泪流满面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一生 这么幸福 这么有福报 能够有机缘 去往生 这么好的地方 为什么不去呢 以我的学历 我是研究生学历 是在世间法里啊 可以说不是那种 愚痴的傻子 从小到大 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没有说不理智的时候 也没有说 稀里糊涂的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学佛这么久啊 真的是 依据 经典而过来的 依据 师父上人的 经教 一路走过来的 当我对这个 教理 一点点明白之后 那种感恩心 是没有办法 用言语 所形容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一生 终于能够知道 怎么样了托生死 生和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非常的清楚 自己一点都不留恋 这个身躯 也不留恋 这个世界的一切 所有的东西 到我面前 我都不会动心 因为我觉得 我为他所动心 放弃了极乐世界 这么庄严的地方 不去 那个亏就吃大了 我记得 我在12年4月份 那么 我们跟定宏法师 我们在师父上人面前 发愿 来鸿铺政法的时候 师父上人给我们 开示了一个多小时 全部讲的是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 名文利养 所骗了 不要被他所牵走 从那个时候起呢 我就每一天都提醒自己 我是不是被这个虚名所累 是不是有一点点贪图供养的心 如果有的话 极乐世界没有我的位置 我的莲花不会盛开 我完全的迷惑颠倒了 我就辜负了师父老人家的教诲 我的佛呢 就全部都白学了 这一辈子 所修行的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自己当每一天都提醒自己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 也会收到很多 同修给我送来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转布施 我记得前两天呢 就有一位我们身边的深圳的同修 给我送来了好几箱水果 我看到这一箱水果呢 自己呢 非常的感恩 觉得自己做得很少 但是得到的回报太多 然后我就想起老人家的教诲 说要能够广行四射法 第一个呢 在我们身边的小区里 要能够解善缘 解好缘 所以我就安排身边的几个小医工啊 装了很多小袋子 每个袋子里呢 一小串葡萄 一两个苹果 一本定红法师的母子子孝 或者弟子龟 然后给我们小区的物业 保安 维修水电 煤气 然后所有的人挨个都送 送了几十袋 结果呢 第二天啊 我们就收到这个信息 有一个物业的这个管理员就跟我讲 说这个苹果当然很好吃 但是最难得的是那本书太好看了 能不能再多送几本 那么 我就觉得 我说好可以 没有问题 结果后来下午呢 就又来了一个同兄 他说老师啊 以前呢 我开车呀 进你那个小区 那个保安都很凶 今天来了 他特别的慈祥 很温和的给我开门 他说我觉得受宠若惊 他什么原因 我说水果已经都布施出去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有这种警觉心 不贪一点点小便宜 完全依据师父上人的教诲 一字不差的去执行 如果有拐弯的 如果还有自己的小算盘打在里面 就全部都错了 我们要真心恳切的相信 我们师父上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作为一代中门领袖和高僧大德 我们是没有办法测量 他老人家的境界的 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我在前年啊 在老人家身边 因为受到很多考验 所以呢 有一天呢 跟我们恩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心里在打妄念 我就心里想 是不是啊 在家听经 效果一样 那么既然呢 都是听经 效果也差不多 我就没有必要啊 来到师父上人的身边 在摄影棚听了 因为 的确呢 位置比较紧张 自己那边又会经常 会受到一些考题 就会很心烦 我就边吃饭呢 边打这个妄想 那么突然之间呢 师父上人就抬头啊 就冲着一桌子的人 说了一句话 说 还是在摄影棚 在我身边听经比较好 我当时吓了一跳 真的 我就抬头瞅 因为我正对了师父上人 我抬头瞅了一下师父上人一眼 老人家也没有理我 继续吃饭 我就想 那还要在这儿听 那我还要继续接受这些考验 这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个需要放下面子的过程 因为自己从小呢 就是比较好面子 知识分子 所以当大家不怎么待见你的时候 心里就七上八下了 所以这个考题呢 足足考了我一年多 直到我 从从关口都通过的时候 是有一天 我也是在梦中 就见到师父老人家 我就跪在那顶里 师父老人家就特别慈悲地说了一句话 说你过关了 然后我还问老人家 我就问老人家 我说师父您是指哪一关 当然师父也给了很慈悲的开示 所以呢 我们要真心地相信 我们所依止的大善知识 我们所依止的法门 绝对呢 要生起正信 要坚定的信心 我们即便是在家听经 也要相信 佛菩萨是可以分身无数的 可以就站在你的身边来加持你 你自己要在冥冥之中 有这种坚定的信愿 不要呢 因为自己在家修学 就不恭敬 不真诚 随便地打妄想 我以前就是这样 边听经边会吃小吃 然后睡觉 然后突然有一天 那好多年前了 我就 我就说怎么 最近听经啊 天天都能听到这句话 师父就会说 你在消遣佛法 玩弄佛法 我说 我说这个是怎么 是跟我说吗 因为我听的是很逍遥自在的 就是会比较随意 后来呢 很认真的坐在那听之后 就比较少听到这句话了 所以呢 佛菩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跟着佛菩萨 一直一路的 不管弯的 回到极乐世界 那云和为愿呢 一切时钟 厌恶 你看欧一大师把这个信和愿很具体的给我们指出来 我们就有修行的下手 不断的生死 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 那么要很快乐的心目净土菩提之乐 那么一天呢 不管做什么 如果是做的善事 马上呢 就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如果是做的恶事 或者起了恶心恶念 马上要忏悔 也是要把忏悔的功德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决定没有其他的志向 绝无二致 世民为怨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中 其实呢 是比较难能够体会到 缩活的苦 因为自己呢 往往是不觉得他有多苦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我以前呢 给我儿子常讲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说呢 有这样的一个国土 有国王 那么呢 这个整个国土的人呢 都会喝他们这个国家中 一个山上留下来的泉水 以这个泉水作为全国人民的 饮水的源头 那突然有一天呢 这个泉水就受到了污染 受到污染之后呢 人们不知道 所以大家喝了之后呢 都变成精神病了 但是因为都变成精神病了吧 所以大家都不觉得 对方有什么奇怪的 然后呢 最难得的是 国王的这个宫廷之中呢 他有一座单独的井 这个井的泉水呢 井里的水没有受污染 所以只有国王自己呢 每天在喝井里的水 他很清醒 那么所有泉城的人呢 包括他身边的人 因为都喝那个山下的水 都变成精神病了 那么大家就看这个国王 很不正常 所以呢 就想方设法的 逼着他 喝这个山泉水 那国王当然不喝 但是他扭不过 那么多人的意志 所以没有办法 他最后还是屈服了 当他也变成疯子之后 大家都觉得 这个都很正常了 这个就是我们 搜索世界的状况 每个人都迷惑 不觉得迷惑的人 有什么不正常 所以哪个人 要是觉悟一眼嘛 大家都觉得他不正常 这就是我们修行路中的难处 就像我们师父老人家 他在早年出家的时候 身边的人都觉得他不正常 当然老人家用了五十年的这种教话 证明了自己是最正常的 那么我们也是在生活中要明白 这个苏婆世界 所有虚幻不实的 你认为是享受的 你认为是安逸 是美的 是乐的 其实都是苦 只是你自己不觉得 我们很多有钱人 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 喜欢穿好的 吃好的 喝好的 但是我们就想 我们喜欢再多好衣服 你能不能把所有你衣柜里的名牌 都披在身上 你都披在身上 人家觉得你肯定是精神病 你想吃再多好吃的 就是把所有的各地的菜 都放在桌子上 你能不能全部都吃下 你肯定是吃不动 你就是能够拥有再广大的房子 你晚上睡觉 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地方 所以当你想明白这一切 你就会觉得 我还不如全部放下 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的虚幻不实 和痛苦的根源 能够真心恳切的 真为生死 求出轮回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这是我这一生最重要要办的大事 舍了这个大事 我去搞别的 全是假的 都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分分秒秒 都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 那么我自己也是 从一开始 学佛就发愿 这一生往生极乐 这一生护持 无量寿经的绘迹本 护持我们净土法脉 这是我一生的志向 所以当中间有考题的时候 也会有痛苦的时候 那是在几年前 齐书之药刚开始推出的时候 师父上人身边没有人 所以当时 那阵定红法师还没有出家 他就找到我 还有大概两三个人 我们几个就是 最早的群书之药的小组 在师父上人面前顶礼 决定开始做 我记得当时特别有意思 大家都讨论 可是都不明白 群书之药是怎么回事 那个文章很晦涩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 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 每次讨论的时候 我就在那念佛 念不动了呢 我就打开我的电脑 在那打阿弥陀佛 所以我旁边就坐着 定红法师 那这叫钟博士 所以有一天开会结束 他还特别高兴 他说静云没想到 你还会听打 你在给我们会议做记录吗 我也没吱声 我说那个没有 不会 他说我看看你记录的是什么 他一打开一看 丑陋也没有直升 因为我打的全上一头火 所以当时分配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就五六个人很少 因为群书之药有很多章嘛 每人要分几章 开始分小组做 那么大家就征求大家的意见 到我的时候呢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们随便挑 你们挑胜的都归我 当时所有的人都非常的赞叹 都愁我 当时中文 其实大家不用鼓掌 我还没说完 当时那个钟博士就很惊讶 好多静云看不出你这么厉害 你不是本科学经济的吗 不是学这个中文的 我说因为事实是 每一张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都不懂 所以你剩下多少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做一个和做两个没啥区比 做礼记和做易经也没啥区比 因为我全不知道 所以当时他说那你怎么办呢 我说只能念佛了 念佛求佛力加持 我记得最后一次完成群书之药的工作 那个是定红法师要出家 他出家前嘱咐我 一定要把群书之药 顺利的交接到刘于利教授的手中 然后呢 我再退出 所以当时呢 他就问我说 你这一生是想从事传统文化的护持 还是无量寿经的护持 我毫不犹豫的说 无量寿经 然后他说 那现在呢 我们也不能就半路撒手 要把这个迅速的转交出去 最合适的这个交接人 就是刘于利教授 所以我们当时呢 也是跟师父上人恳请 齐请 把这工作呢 就顺利的交给了刘教授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一心一意的 专修专学 专红专户 这部无量寿经 因为自己的根性呢 比较差 我觉得自己在 鸿护的过程中呢 就能够不断的 加深自己的信愿 对于自己的往生呢 是不打偏差的 如果再让我 再去搞传统文化 我真的我觉得我就会 不能够一心一意的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呢 我这次来 我们这个寺院 我原以为是 只是讲净土 所以我没有想到 会讲传统文化的课程 也没有做准备 所以讲的也是 不是很好 因为我就是 一直在这两年 在无量寿经 尤其是大经科著上 是很深入的在学习 那么这个愿心呢 是一定要不断的 自己的去检讨 自己去反省 不断的发愿 信愿寄句 念佛方为正行 改恶修善 皆为助行 随功力之浅身 一分九品四土 先毫不烂 只需自己检查 不需旁问他人 那么这个也是 我们自己要 随时随地来检查自己的 不需要去问别人 随着我们念佛的 功力的深入 自己修学 听经文法的深入 自己就会明白 自己就会看出 自己的信愿 到底有几分 为深信切愿念佛 而念佛时 心多散乱者 即是下品下生 这是讲在 深信切愿念佛的时候 但是念佛呢 还是有妄想 还是会很散乱 这个时候 是可以下品 下生的 凡胜同居土 那么散乱 见少者 即是下品 终生 遍布散乱者 即是下品 上生 念到是 一心不乱 不起 贪嗔吃者 即是中三品 生 我们对 我们对极乐世界的 三倍 四土 九品 往生 要有明确的概念 要知道 自己是 在哪一方向 大概修学到 哪个层次了 不能够糊涂 在这方面 是不可以马虎的 自己呢 要不断地清理自己的心理的清净程度 能不放的杂事呢 都不放 为什么心散乱还能够往生下品下生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之所在 因为我们在往生的时候 只要信得深 愿得切 阿弥陀佛在我们受命终了的时候 决定会现前 这个时候呢 他的佛光一铸造 我们就会得佛力的加持 就可以得到同等的 加倍的提升 所以自己要明白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一心恳切地念下去 那么 念到事一心不乱 任运先断 见思沉沙 亦能辅断 无名者 即是上三品生 故信愿持民念佛 能力九品 的确不谬 这是真实不虚的 不假的 那么我们大部分凡夫呢 是信愿持民 消福业障 带货往生 即是凡胜同居净土 这个净土啊 我们要彻彻底底 明明白白白地了解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能去的 大概都是凡胜同居的 极乐净土 那么这四句话呢 这八个字 我们要很清楚地明白 否则我们的疑心呢 就会升起来 信心就不具足 那偶一大师 我们坚信 他决定是 不是普通人 向印光祖师赞叹的 不是阿弥陀佛 即是观音菩萨 再来给我们作证的 那他老人家说 消福业障 带货往生 什么叫消福业障呢 我们很多业障 可以在自己精进勇猛的修行中 给他消掉一部分 但是大部分的业障呢 还要靠佛号去辅助 那么能够用佛号 去辅助我们的业障 就足矣了 带着我们的所有的 无明祸的烦恼 我们是待业往生的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要有坚定的信心 那么下面一段 也是偶一大师的重要开示 说念佛法门别无奇特 只贵信得及 守得稳 直下念去 或昼夜十万 或五万三万 以决定不缺为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念佛的法门呢 没有任何奇特之处 它特别的平淡 朴实 非常的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直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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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它断 那么要信得及 守得稳 一直念下去 或昼夜十万 或五万三万 决定不缺为准 这是讲我们每天的定课 那么昼夜十万 是我们凡夫 很难能做到的 我们可以从三千 五千 一万 两万 三万 开始 在净土圣贤路 大部分是三万 或者是五万 十万也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在阴光祖师的修行生涯中 他老人家是怎么念佛的 我们都知道 他老人家真正的红法事业 是在七十岁以后才开始 早年呢 一直是默默的修行 他老人家早年在 普陀山藏经阁上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白天做事 晚上念佛 每天晚上佛号不断 能够感召到山上 普陀山上的山鼠 鼠以万计的 趴在藏经阁外 一宿一宿的 又整晚整晚的 听大师念佛号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就能够有这样的 不可思议的力量 带动无量无边的众生 一起念佛 求往生 所以呢 在我们一生的羞耻中 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 自己 首先把自己 从六道轮回的苦海中 解脱出来 然后再用这一句佛号 帮助无量无边的 友人众生 我们就能够 自立利他 得到佛法最真实的利益 关键呢 是不要中断 那偶一大师 下面的开始也很重要 说 晝一日之中 在一天当中 出生一柱香 莫持一柱香 循环无间 必以一心不乱为期 必此一生 事无变改 若不得往生者 三世诸佛 便为狂语 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天一天 出生念 念一柱香 默默地念 再念一柱香 能够保证呢 我们的气息 比较的顺畅 不好气 不要一直大声念 会比较伤神 好气 可以呢 小声念 也可以呢 慢慢地 默默地 心中念 我在 绕佛的时候 就是默默地 有时候小声念 有时候默念 如果一天 有的时候比较累 我就会在 念佛堂里 佛堂里面 自己家的佛堂 打坐 慢慢地 默默地 念个十分钟 想象所有的佛光 照着自己的身体 每一个细跑 每一个毛孔 都在跟你念佛号 阿弥陀佛的慈光 照着你 一丁点都不累 的确不一会儿 你就会舒缓过来 不会觉得累 所以佛号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这一生 如果都没有变更的话 决定会 往生成佛 义得往生 永无退转 种种法门 闲得现前 切记今日张三 明日李四 就是千万呢 心不能乱 下面我一大师的开示 就很重要 说欲教下人 又思寻张灾具 教下呢 是研究经教的人 自己又开始琢磨 从经典里 摘几个句子来 欲中门人 又思 掺揪问答 这是指 掺缠的 又琢磨 怎么打话头 欲持绿人 又思 大一用波 这是讲 持戒的 又想着怎么样 尾夷庄严 此则 头头不了 仗仗不清 启之念的阿弥陀佛 熟 三藏十二部 急则教理 都在离许 千七百公案 向上机关 亦在离许 三千微移 八万细行 三具境界 亦在离许 这是讲 真正一句佛号 持到底 所有的宗门教下 全部都包含在 这句佛号里 那么 真能念佛 不负起贪嗔痴 极大持戒 不计人我是非 极大忍辱 不烧尖断夹杂 极大精进 不负妄想持着 极大禅定 不为他其所获 极大智慧 这是讲六度 那么菩萨六度 前面呢 它都有一个大字 讲的是 六度的圆满 即 般若 般若蜜 都会得圆满的智慧 和离订 这是讲 真能一直念佛 可是我们现在呢 能不能做到 一口气 一门心思下去 都在佛号上 的确是做不到 怎么办呢 一点点来 不要着急 起步呢 先给自己啊 订个订课 订课呀 就不能再断了 不管闲忙 不管做什么 就一直做到地 那么我们每一天 可能当你一旦 订订课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考验都会来 我们在 我决定每一天 看三部 三遍 海鲜老和尚光碟 那么就会有人跟我说 那你出去讲课 会不会停 那有没有时间 其实时间呢 就是海绵里的水 它是靠你挤出来的 我今天呢 就是早上起来 我们四点多钟起来 五点钟起床 就看了一遍 五十分钟 中午讲完课回去 看了一遍 下午刚才来讲课之前 又看了一遍 三遍就圆满 所以自己在修行的路上 决定自己要管好自己 不能自己就把自己懈怠了 不能够自己就在这里头 去放松自己 要明白 修行是为自己 决定不是为别人 自己不能怕吃苦 怕累 这是修行的功夫 如果自己啊 总是给自己一点安慰 哎呀 你别那么辛苦 别那么累 多睡一会儿 过得舒服点 你可以一直舒服到你往生 但是在最后那口气的时候 你决定不舒服 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啊 我们在梦中 你做任何一个梦 你能不能在梦中 把握住自己 我在梦中 我就能够转现在的境界 现在现出这个人 我决定把这个人 就不要现前 我换一个人出现 在梦中是完全不能够把握的 我们往生的时候 那个业力 就跟做梦一样 完全是把握不了的 你看见啊 你在梦 你在往生的时候 你看见 哎呀 两边都是山 都是很美好的 这个溪水 我们坐着小船 顺流而下 这个景是不是很美 大家都会顺流而下呀 就出来了 出来是什么呢 你一出来一看 你已经投胎做猪了 因为刚才那个景象 就是你在过这个 母猪的这个产道 这是我看过的很多的 以前的案例 是这样子的 因为任何一个景象现前 如果你知道不能去 你决定不会去的 关键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是不能去的 地域景象现前都挺美的 你会很勇猛精进的 往里跳进去 进去之后 你出不来了 才知道这是地狱 那也没有办法 到那个时候 你苦不堪言 已经没有痛苦到 你想不起来 还有想要回转的念头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就是业力 我们在生死关头 这一段是静宗的 第十二位主师 第十二位主师知道是谁吗 清朝的彻务大师 那么在他的语录中 就有一段这样的开示 讲的就是生死业力 讲的是无人生死关头 为二种力 一者心绪多端 重处偏惰 此心力也 二者如人负债 强者先迁 此业力也 就是我们在往生的时候 那个生死关头啊 我们的心念 心事心绪 变化多端 你完全不能够控制的 那哪个心思重 它就往哪个方面倒 你的情直重 它就完全不能控制的 想你世间的这个贪爱情直 这是指心力 那么业力呢 是指我们 就像负债一样 强者先迁 我们现在如果做企业的都知道 你的企业要破产的时候 法院来清理你的债务 你在还款的时候 它就会有优先赔偿次序 一定是渴着那个最大头的 最早跟你借款的 按照那个次序 他来先赔偿 有一次的次序 我们在往生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 看我们素食的业在 哪个最强 就往哪边倒 那么我们这一世 如果你阿赖耶实力 阿弥陀佛的种子最强 当然就往这边倒 反之你自己想想 每一天哪个种子强 如果是六道轮回的种子强 必定在六道轮回里 不断的生死 所以自己可以拿一个本子 我就建议身边的同学 都背一个这样的修行日记 你自己每天晚上写一写 你是这一天中 想六道轮回的事情多 还是想极乐世界的时候多 念阿弥陀佛佛号的时候多 还是念人间五一六成的事情多 你做善的时候 有没有做完善 马上回向极乐 还是根本就是对无名所谦 做了也就做了 也没有什么回向 无所谓 当然这个做的善的种子 在你阿来耶识里 就留为你将来 做人的一个福报之一 你要报掉 所以业力最大 心力由大 以业无自信 全一于心 心能造业 心能转业 故心力为重 业力为强 乃能牵生 那么这是我们在修行中 要有明确的认识的 如果没有这种认识 你自己呢 是完全轻忽了生死大事 自己每天不会考虑到 死的那一刻 有多艰难 我死的时候 会不会很容易的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就跟身边的同修说呀 我们首先要怕死 怕死的人 才真肯为生死大事 去努力 你一张嘴就说你不怕死 都是假的 在那是 凭着一个假大胆 胡说八道 你真到死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惊慌实错 没有一个不害怕 因为我们 就像我们 比如说非常害怕 我学习不好 怕被妈妈批评 我就会很用功 拼命努力学习 如果无所谓 我学习好坏都无所谓 妈妈愿意打就打 他就不会有学习好的成绩 所以自己在生死事情上 先颠颠颠颠 你怕不怕死 怕不怕生归脱壳的那种痛苦 我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段让我恳切的两段经历 第一段经历就是拔牙 我的牙不好 所以一直拖着没有修 去年来深圳之后 反正也闭关 就没什么事 本来是带着孩子看牙 最后医生说 最需要看的是你的牙 所以就去医院 长达半年的时间 大半年都是在不断地去看 那么每一次看牙 因为我从小最怕看牙 对于我来说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很紧张 所以每一次看牙 都是考验我念佛功夫的时候 我就躺在那个床上 拼命地抓着技术器 在这念 所以每一个医生都知道 我都知道我是学佛的 我在念佛 因为他们一问我 我就说 不要打岔 我在念佛 我说千万不要跟我说话 因为我真的很紧张 从小到大就是怕看牙 结果之前那个牙都还好说 包括补神经啊 这些补一补都还好 结果最后有一次呢 那个医生就说 我最里面有一颗牙呢 是长在 这个牙床里面 没长出来 那么他因为在里面长着长斜了 他就把正常的好牙的牙根给顶了 如果顶松了呢 这个好牙也不行 所以要把它拔出来 他当时说的是很轻松的 那我呢 就没有想那么多 我说那就拔吧 因为之前拔了一个 在前面也没太觉得痛苦 大概那次麻坠 也就麻了两天 然后回家念了两天佛 我觉得还挺好 结果那天呢 这个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去的 然后呢 所有人就都说 就说你这个需要院长来做 我说为什么要院长 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做不了 我说想 那院长做 就院长做吧 也没想那么多 结果要上 要上这个台子之前 他就拿出几张枕 说这个是个小手术 要签字 我当时已经都 就不能够退了 我说啊 那签字 我就自己给自己签个字 结果躺上之后啊 还给我穿上这个像手术的衣服 然后蒙着那个布 又扣上眼罩 我就有点慌了 我就问那院长 我说这个要多长时间 他说快的话呢 三四个小时 我说啊 我当时就真的就 我说那 我就想问他 他说你就别问了 他说这个手术只能我做 他是在国外的 很厉害的一个院长 他说任何人做不了 他说你这个呢 很复杂 要把牙床切开 打好多麻药 然后要把那个牙 敲好几瓣 从最里面给它拔出来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那这都不行了 一开始呢 心思也不定 拼命地念观音菩萨 念了半天觉得不对 我应该念阿弥陀佛 然后又转过来开始念佛 用了将近四五个小时 等念到最后 我已经都没有啥概念了 我就在那想 死的时候应该比这个 还要痛苦很多 死的时候是整个身体 就像拔牙一样 生归脱壳 我现在只是身体的 很小一部分 那个牙再拔出来 那就不用去理他 因为他打了麻药 只是木 但是要始终张着嘴 那他就不断地在那 就是要切割 要一块块挨拿 结果回家之后 麻药的那个劲儿 过去了之后呢 我足足疼了七天 整个这个脸是肿的 然后七天 我那个佛号都念不下去了 我就每天 每天那这都 每天能诵十部无量寿经 因为只有诵经的时候 我不疼 一不诵经我就很疼 每天吃的很少 就喝一点点米汤 所以每天我就在那 从头到尾就念经 念完经呢 然后有空在念佛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还有一次呢 就是在香港 被童修做拍打疗法 我一开始拍的时候呢 因为从小我就怕疼 结果他是拍我后背 他刚拍没两下 我就当时就开始哭 我很少哭 他说老师 你不能喊阿 你要喊阿弥陀佛 我说我现在 其实喊不出阿弥陀佛 太疼了 然后他说 那个老师这不行 你在往生的时候呢 要比这还疼 我一想也对啊 所以第一次我就哭着呀 就是念了几声佛号 其实念的是 比较断断续续 等第二次呢 他给我做第二次拍打的时候 那个是 其实是要比第一次疼很多 但是我就很镇定的 念了一万五千声佛号 他就完成了他的拍打 说老师你这次很平静 我说我就想 反正呢 这个身体是假的 我死的时候呢 应该比这个还要痛苦很多 现在全当是磨练 所以在生活中呢 其实每一个时候 都是在考验你最佛号的信心 你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每一个念头 都系在佛号上 都跟佛号相关联 都跟你的生死大事相关联 这是最最重要的 那么 彻悟禅师就说啊 我们在往生西方的时候 就像大树大墙 寻常向西歪 他日若倒 绝不像鱼处也 就是我们在平时 你的修行功夫 是在哪个方向 如果在称心方面 就要倒到地狱 在贪心方面 就要倒到轨道 你看你是在哪一个方面 就跟那个大树一样 它向西歪着长 它大风一来就倒到西边 它不会倒到东边 像前两天 就我身边的一个义工 就跟我讲 老师 你看哈 你建议我们一门深入 长期熏修 可是我哪部经都爱听 老法师讲的经 我爱听 无量寿经 定宏法师讲的经 我也爱听 而且好多种我都爱听 我可不可以一天听好几种 我说你这是贪 他就问我 他说那贪我的结局是在哪里呢 我说贪的结局 你贪法 跟贪世间别的东西一样 都在轨道 你就在轨道 好好待着了 然后他就说 那老师看来我得放下 只选择一样 我说对的 你能选一样 这是最好 实在不行呢 你从两样三样 一点点往下放 但是你要明白 你不可以贪法 什么都不能贪 最重要是在所有的修行中 能够成就自己的清净心 成就自己的平等心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在信深怨切方面 策务禅师也明确的给我们开示 说自己要以信深怨切顾 一切邪说 莫能摇和 一切静缘 莫能引转 那么自己在一切境界中 要如如不动 要修自己的定力 不能啊 谁一说就跑了 决定不能跑 要定在无量寿经的汇集本 定在师父上人的经教 定在这一句佛号当中 若正修静业时 躺达摩大师 忽现在前约 如但舍念佛 即受以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之禅 当向祖师做礼 为我已受如来念佛法门 发愿受持终身不义 不敢自为本事也 就说如果有达摩大师 突然现前跟你讲 哎呀你把念佛舍掉 我现在就给你直指人心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的一个方法 那么你要马上跟祖师做礼 说道 我已经接受了如来 教我的念佛法门 决定发愿受持 一生都不变 不敢自己违背 我自己的誓言 纵释迦如来 呼现身曰 无先说念佛法门 特一时方便 如且致念佛 即未说更殊胜法门 意向佛棘手沉白 我先禀受世尊敬业法门 发愿一息上唇 绝不更张 不敢自为本事也 就说即便是 史迦牟尼佛现前了 忽然跟你现身说 我要跟你说了 这个念佛法门 这个呢 是一时方便说 你现在呢 先把念佛法门放到一边 我呢 再跟你说一个 更殊胜的法门 那你就要跟佛啊 棘手啊 很恭敬的 说道 我在先前 已经接受了世尊 您的敬业 念佛法门 发愿呢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存在 都决定不变更 那么我不敢违背 自己的本愿 虽佛主现身 尚不改其所信 况魔王外道 虚妄邪说 其足以摇霍耶 能如是信 可谓深矣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决定要 坚定住的 有人说 哎呀 你身体不好 我呢 告诉你 怎么怎么样 能让你身体好 你可以啊 随顺众生 好 接受 但是心里要很清楚 除了阿弥陀佛大遗忘 这是最真实的 别的都是虚妄的 所以 我一开始啊 也跟大家说 哎呀 我们就念佛吧 但是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很多人给我把脉呀 给我出各种方子 而且要求我写出来 贴到墙上 我全部都贴上 一教缝行 但是我坚信 我在最艰苦的时候 只有佛号能救我 这些啊 就是做也行 不做也行 做着大家欢喜就做 所以很多人啊 到我家都说 哎 老师 你怎么贴着这些 我说没有办法 因为有很多啊 非常好心的同修 就给我开了各种中药方子 各种啊 这个保身健体的方子 那我们就随顺 但是我们要决定的相信 只有这一句佛号 能够救我们的身心世界 舍此无他 像海贤老和尚一样 人家问他 何以得祥百岁高龄 老人家就回答八个字 持戒经研老实念佛 别的没有 没有看到老人家怎么保养 没有看到老人家怎么健身 决定没有 所以这是佛号的功德 那么下面呢 是讲愿心 若炙热铁轮旋转顶上 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愿 这是一个比喻 讲的是有烧的 像滚热的铁轮一样的 这个东西 在你的头顶上旋转 把你的脑浆都给磨破 你都不会退转 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 若轮亡圣庙五欲献前 亦不以此乐 退失往生之愿 假设有转轮圣王啊 给你献钱 给你最殊胜美妙的 五欲六成的享受 哪怕有这种美妙的乐 你都不会退失 往生极乐世界的信愿 此逆顺至极 尚不改所愿 旷世间小小逆顺境界 岂能引转灾 我们讲的这两种境界 一个是极大的逆境 一个是极顺的顺境 都不会退转我们往生之愿 何况世间小小的逆境 小小的顺境 怎么能够跟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 大势相比呢 没有可比性 所以每当你想起 我这一生 终于有机会 能够一生成佛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 现前的一切 都不会在意 都会很轻松地放下 没关系 都是假的 怎么做都好 信深怨切 是为重心 而修敬业 敬业必强 当我们有这种坚定的信心和怨心 这就是我们往生的时候 那个业力的重心 这个重心 就是我们去极乐世界的 最强的敬业的牵引的力量 心重 故 则亦淳 业强 故 则亦淑 极乐敬业若熟 缩脱染缘 变尽 则临终时 虽欲轮回境界 再现再前 弥陀净土 不现在前 皆不可得 所以说呢 我们心 心量的力量 如果非常的重 而且纯净 那么就会转我们 娑婆的业力 为极乐的愿力 就会一生成就 决定会 这一生蒙弥陀接引 往生净土 临终不会有其他的杂念 所以自己在往生的时候 要有决定的信心 和坚定的怨心 我们如果听过 定红法师讲课 他在一二年 曾经送过 新加坡的一位 老居士往生 这位老护法呢 一生的功德很大 护持我们师父上人 可是在离命中的时候呢 是得了癌症 非常的痛苦 自己呢 也起了很大的疑惑 那么我做了那么多功德 为什么往生的时候 会得这种病痛 佛号提不起来 因为身体的痛苦 自己也念不下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师父上人 派定红法师 去新加坡 去给他安慰 给他加强信愿 那么定红法师 到了新加坡之后 就握住老人家的手 非常肯定的跟他说 您老人家一生的功德 决定真实不虚 你要相信 决定不能够起疑惑 你现在这个病呢 没有关系 都是佛婆子的考验 不去理他 一心只念阿弥陀佛圣号 不要想身体多痛 你就跟着我拼命的念 所以当时呢 定红法师 抓着这位老居士的手 非常用心 恳切的去拼命念 念了一晚上 因为第二天 他就要返回香港 老人家很有信心 就信心一下子起来了 佛号就抓得住了 然后走的时候呢 定红法师还跟他讲 说有没有信心往生 老人家说有没有问题 就白手 一直在坚定的念佛 而且他的注意力 专注到佛号上了 他就忽略了身体的痛苦 这个是我亲身的体验 我在拔牙的时候呢 就专注在我的那个佛号器上 我就在摁这个技术器 基本上就忘了那个 多长时间了 所以那个护士呢 都很赞叹 说你怎么这么久 我好像都不觉得痛苦 因为你的注意力转移了 所以这位老居士 最终呢 是见到了阿弥陀佛 也跟家人说 阿弥陀佛明天就来接我 给我更衣 洗漱 立佛像 自己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所以这个是决定往生的 那么也是因为 他的信心和怨心 发动起来了 所以我们劝人往生的那个人 一定是有决定的信愿 他劝人呢 就容易劝起来 如果自己的信愿 还不是很具足 你劝的时候呢 就不大容易帮人 生起这种坚定的信心和怨力 所以自己啊 有这种决定的信心和怨心 自立的同时 决定能够立他 先要成就自己 才能成就所有的众生 因为这堂课呢 是我们要特别感恩了 梅师傅 他今天下午呢 就悄悄跟我讲 老师 大家的信愿都不够强 麻烦你再讲一下信愿的课 那么我也很高兴 能跟大家一起分享 网生极乐世界的信愿法门 这个是我们在一生的修学中 要不断强化 不断深入 不断加深的 用佛菩萨的教诲 用我们自己的修行的真实的功力 去给自己坚定的信愿 一生决定成就 往生的时候呢 潇洒自在的 跟着阿弥陀佛回老家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那么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大家一天听课呢 也是很辛苦 就要好好回去睡觉 希望都能够梦见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